S 一大口咬下家鄉美食 愚蠢朋友超滿足 除了有印尼道地的薑黃飯之外 還有甜點炸春捲 讓離開家鄉 來到台灣打拚的外籍愚蠢 一解相愁 多久沒有回去了 三年沒有回去了 差不多就上年了 這想家嗎 可以啊 籍愚蠢他們工作的性質比較特別 就是很難去團聚在一起 所以說透過這種活動的話 他們是很喜歡的 非常喜歡這種活動 可以聚集在一起 然後也可以就是看到同鄉 這工作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都想念家鄉的點心啊 什麼都沒辦法出去 因為搬這個活動我覺得很棒 遺傳大部分都仰賴外籍老公 他說有建議外籍老公 立相變成在台灣 為台灣的一夜打拚 我們深入感受他們的辛勞 所以在中秋節前夕 特別請到關懷活動 來關懷我們這些外籍老公 在這中秋月圓人團圓的日子 金融區域會和漁業署 舉辦了關懷同樂活動 現場除了有家鄉美食之外 還趁機宣導醫療知識 發放急救包 甚至教導CPR 讓漁工出海工作 多一層保障 在船上的話 因為他們需要行海巡過來幫忙 讓海巡開船過來 他也要一陣子 我們路上救護車 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就到了 可是海巡可能要更長的時間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幫病人做CPR 也許海巡到了時候 病人就已經回天罰術了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漁民 能夠學會基本的CPR技巧 能夠讓 如果有急性傷病的患者的話 有比較好的女后這樣 主辦單位貼心請來翻譯 讓漁工朋友 能夠學到真正的基本救命術 除此之外 還有意見 政策宣導 以及勞動權益認知課程 他們來這邊平常工作很辛苦 有些急救方面的 急救包 我們都有發放給他們 而且我們請廣義賢恩的醫生來 教導他們臨時狀況 那個CPR急救的方式 看怎麼用 對他們多一個生命保障 如果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也好馬上處理 透過活動 不只關懷這些外籍漁工 重視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感受 讓他們學到基本的救命術 讓他們安心在台灣工作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